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花园 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小葱的种子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已经初步筛选下来和挑剪下来的小葱的种子 小葱的种子呢,是这种黑色的,跟芝麻的大小呢 差不多,比芝麻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非常的轻 然后呢,这个种子呢,就是你这个葱啊,如果种到一定程度以后啊 它上面会开那种紫色的花 然后呢,在紫色的花里面呢,等它完全的枯萎了以后呢 就是像这个里面,这个紫色的大家还能看到一点点 稍后我也会把小葱的紫色的花放一张图上来 然后呢,它就会在这个里面 结种子 那我这里呢,基本上都已经挑的差不多了 我找一个可能还会有种子的球出来 就像这个 稍等一下啊 我给大家来一个静静 就是在这个花朵里面 可能看不太清楚 在这个花朵里面,它是有黑色的种子 能看到吗 对 然后呢,尽量让这些花呢,就全部的干掉 这样子挑种子呢,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可以通过抖一抖啊,这样子 或者是用一根牙签 然后呢,把这个种子给挑出来 那现在呢,我这里呢,都已经挑好了 然后现在要做的工作呢 然后现在要做的工作呢 诶,这里还有一个 有看到吗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对 看到吗 这个就是它的种子 然后呢,把它给挑出来以后呢 我就会播种这些小葱 那我呢,不选择直接在室外进行播种 而是先在这样的一个小花盆里面 进行一下播种 那这个花盆呢,是专门用来播种的一个花盆 大家也可以用一种很普通的花盆来播种 主要的技术要点就是保证它的这个湿润度 那这个花盆呢,它的特色呢,是在什么地方呢 它下面呢,有一个蓄水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有一根 绳子 把这个绳子呢 把这个绳子呢,放在这个蓄水的池里面 能接触到它 它下面有个,有两个洞 然后呢,再把它架上去 那呢,它就会慢慢的把水吸取上来 这个地方呢,可以填泥土 也可以填这种椰糠 那我可能会填,填个泥土吧 因为泥土最大的问题就是 会引很多小飞虫 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个好处就是 它有个这样的盖子 把它盖在上面 然后呢,它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孔洞的 然后通过这个孔的大小呢 就是可以有空气的一个排放 然后这个下面呢,还有个小花 这个小花呢,就是告诉你 它通过水的这个浮力 你看,现在没有水它就掉下去了 如果有水的话,它就这样子浮着 然后告诉你里面还有多少水 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接下来的工作 我就是会把这些种子 撒在这个土里面 那撒的时候呢,也有个技术要领 就是说,不用把这么多的种子 全部撒下去 但是呢,以我之前种种葱的经验呢 你需要就是,譬如说 这个是,这个地方是你的土的面积 我们拿一个,拿一个纸来做一个示范 比如说你的土有这么大 那你撒的时候呢,你先拿一个筷子或者牙签 在这个地方转一下 然后在这个洞里面放上个三四个 或者是可以放个五六个的葱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放一点 这个地方也放一点 就是这样一堆一堆的 因为它并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发芽和长大成熟 然后呢,葱呢,种的密一点的呢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有去买了那种成品的 已经长到这么高的葱 然后它的下面是这样 一小格,一小格是六格 但是直接种在室外了呢 然后就太冷了 然后就全部死掉了 所以呢,就是 它也是这样子一小格的泥土里面 它大概也有这么多的种子 因为它长出来一根葱就是一根种子嘛 大概有七八个葱 所以建议可以多放一点 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区域里面 那么像我们这种盆 基本上它的直径就是在六到七厘米左右的 那么可能是十厘米左右 不好意思 十厘米左右的 可以多放一点 然后等它长大以后 把这个盖子拿掉 然后也可以放在室内种 也可以种到室外去 好,那稍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用土来操作的方式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是我之前用来发芽的捏糠 它是那种很小的扁的 然后一泡水它就会鼓起来的 然后呢,这些呢是没有发芽成功的 然后呢,现在我把它干燥过以后呢 就会把它剥碎 放到 剥碎 然后呢,放到这个盆里面 为什么要剥碎呢 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很薄的纸 然后呢,是为了防止它这个完全碎掉的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这个盆里面 不需要这个薄的纸去支撑它 所以把它剥碎 然后等一下呢,填满以后呢 我就会浇水 浇好水我们再来播种 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椰糠呢 泡好了水 然后呢,让它的表面呢 稍微平整了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小花呢 它浮起来了 因为这里面水的这个浮力的作用 好,那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种子 放到这个椰糠里面 为什么选用椰糠呢 一方面,我有剩余的椰糠在手边 另外一方面呢,椰糠呢 它没有别的一些营养成分 种子呢,就是它保水性也比较好 也比较容易促种子发芽 那在这个种子里面呢 那在这个种子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还有一些这个,屑屑 那个葱花的屑屑和小的椰糠 这是没有关系的 你把它撒进去后 它就是,会在土里面混合在一起 是不影响的 不需要挑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好,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手上呢,有一根牙签 然后呢,用这根牙签 在这个地方挖一个洞 就这个样子 平均两三公分的距离呢 就可以挖一个洞 看自己实际的情况 我这里面的土呢 填的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我之后呢 还是要移栽到外面去的 所以我不想就是有个很生的东西 到时候覆盖不了我那个 就是放不到我的那个外面种草 就种香草的那个桶里面去 好,现在大家看到都已经放好了 洞挖好了 然后呢,拿起这样一小撮 不需要很精细的 放到这个洞洞里面就可以了 那等它完全放好以后呢 可以用这个牙签再辅住一下 把它给放下去一点 最后呢 我们再铺一层这个叶康土在上面 大概铺个两三毫米的厚度就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肯定还是会有一些 浮在土的表面的 我们不是很确定 到底有没有完全到那个洞洞里面去 那么让它更好的发芽 也让它更新了之后呢 能在土里面扎下来 好 那我基本上就都撒好了 刚刚讲过就是可以用这个牙签 稍微的把这个种子压下去一点 大家也可以用筷子啊 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毕竟比较粗嘛 大家看到这里还有表面上还有一些种子 那我们也做不到完全的把它压到土里面去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还有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给压碎了 然后这一层五纺布呢 它是自己会降解的 但是呢 我们没必要把它再留着了 然后就把这个碎的 这样子 稍微的 平均的摊在上面一下 把种子基本上呢 给盖住了 那为了保险期间呢 因为等一下我还要再烹水在上面 我再拿一个 好 就这样子覆盖好以后 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喷一下水 这个时候呢 尽量不要在水龙头下面直接浇 会冲出一个洞来 我们要拿一个喷壶 把它给喷湿 OK 我拿了一个喷壶 这是宜家买的 最便宜的那种 一块钱吧 一欧元的喷壶 然后呢 就是稍微的把它的表面 喷一下湿就行了 也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下面的土 我们已经全部都喷湿过了 然后呢 这个盆呢 它下面还有一个 可以慢慢的让水 可以渗透到上面土壤来的这个功能 所以 如果说 这个湿度差不多 这个椰康湿了就行了 OK 然后最后就是盖上这个盖子 然后呢 把它上面的这个 嗯 洞 把这个洞 把这个洞完全的堵住 就是让它有一个密闭的空间在里面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就可以让它去发芽 那剩下的种子呢 我会稍微清一清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宜家的小袋子里面 嗯 然后记得要放在阴暗处 尽量不要让它见光 那这样子种子呢 可以保留 至少一年左右的时间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等我的葱发芽了以后 我会后续再跟进的 好 谢谢大家 再见